肺酸色的典型临床表现有哪些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倪新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外医院 肺血管与综合内科医病区主人医师 那么经典的说肺酸色表现 腹育困难 胸痛卡血 所谓肺酸色三连针 不是那么典型 全部发生的比较少 导致腹育困难是最常见的 其实胸痛也容易常见 特别是和腹肌相关的 吸气疼或者腹肌疼都有可能和这个相关 卡血的比较少 卡血是肺动脉酸色以后 肺的缺血缺氧造成肺阻殖的坏事 才会出现科学 那么这个科学的发生率 大概在15% 20%左右 不是个人都发生的 当然肺酸色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血酸是由腿上来的 下肢的静盘可能有血酸形成 我们叫做DVT 可能有下肢的肿脏 麻 疼 有这些表现 其他的特别表现 假如说是急性肺酸色 又是大面积肺酸色 病人可能突然出现的胸闷 呼吸困难 打海淋滴 悬崖滴 甚至晕跃过去 这倒是急性重症肺酸色 大面积肺酸色的比较典型的表现 肺酸色可以有胸膜 胸童 大汗淋滴 但是我们要注意和其他表现 像鉴别 特别是我们说胸童三连针 胸童三连针都是胸口疼 可能是肺酸色要注意 也可能是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叫做ACS 急性肺酸的综合症的时候 静性梗 它也可以有胸童的典型的表现 也可以有大汗淋滴 呼吸困难 觉得缺氧 血压低 甚至晕厥过去的表现 所以要注意鉴别心肌梗食的情况 还有一种少见病的 或者说严重疾病的 叫做大动脉加成 动脉加成以后 就是说大的动脉 甚至主动脉 因为血压高的原因 或者是血管中央阴化 血管脆 脆性增加的原因 血管失裂了 这个就叫主动脉加成 让它表现也是凶疼 剧烈的凶疼 这几个病呢 在心血管方面 是三个重要的病 又比较危险的病 一定要注意和另外两个面相间别 感谢您的转发